开始修行的时候 要先分别什么叫模式 什么叫模像 修定之中有很多的模式 你要能分别清楚 不要着魔 色、受、想、行、十五蕴 每一蕴都会产生虚妄的魔障 修到的时候 你可别当真 这叫五蕴魔 在修行当中的时候 想求一种感应 想佛的加持 乃至于自己明求开悟 就是周遍经验 贪求敏感 精细的贪求 跟他默默的相合 就叫敏感 修禅的人不求三宝加倍的 如果修禅定的人说 佛菩萨加持 非着魔不可 习禅定的时候 心里贪求 想求一种相应 或者圣人或者菩萨来加持我 就是心爱悬应 这跟念佛不同 跟其他的行门不同 修禅定 假使修三魔地 心求悬应 一定着魔 魔就会承虚而入 不是无缘无故就来魔的 因为你贪求敏感 魔就来了 哪里头来的 心魔 所谓心魔 就是没有实际的外景 而是内心旺盛的一些邪见 五十种阴魔 阴魔即是心 从五蕴而生 自生的魔来 仗失你的定力 凡是着魔的 都是心引进的 心正魔不能入 心邪魔则能入 修禅定的人讲魔来魔斩 佛来佛斩 所有修禅的人 对任何境界相 根本认为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但知有形有相 全是假的 见诸相非相 若能这样子来 魔不入体 魔都是承虚而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